今天还要泡点酒喝,苹果酒又喝没了 泡这山楂酒不行,喝不了,就我老爸喝了 看着是挺好看的 不过这酒喝着还是辣嗓子 感觉应该是这个山楂啊,味道挺好 但这个山楂里就是汁水少 不如这个苹果酒 苹果酒好喝一点 一会弄点苹果 我们继续泡苹果酒 两桶白酒,到位 然后这个苹果现在酒是剩半下了 喝不了多少呢 过两天,因为前两天那个上海阿姨来 也喝这个,我也喝这个 这个明后天呢,又来个大姐 同款车啊,跟我那个 这个车同款的一个大姐 大姐过来 正常的话酒也要杯一点 就不够喝哈 很多小伙伴哦,就问我这个苹果酒怎么做 之前拍了视频了,他说找不到 那今天我再说一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就是苹果啊,切了片 虎不药 完了放在这里边 然后呢,就放冰糖 我放的是黄冰糖 我感觉黄冰糖好一点 而且这酒有点色嘛,好看 加苹果也有点颜色 果香味就非常浓了 而且它的特点就是非常好入口 用的是二锅头 56度的二锅头啊 然后呢,非常好入口 入口绵柔 那入口不是绵柔了 越喝越想喝 经常一个人把自己喝醉了 但是呢,不需要喝多少啊 它劲儿劲儿都到了 不像你说喝那个度数低的 喝了几杯不醉 这个你喝两 喝二三两嘛 运用户户挺好的 哎呀,干活儿先尝一杯 对不对 哎 哎呦,我去一杯干了 可以 来,现在我们切这个苹果 好了,我们现在就冻到 哼 苹果皮不要去啊 我感觉带着苹果皮很呵 那个味道更好一些 好像还有冰糖心的样子 这薄片呢 是因为它那个酒好泡进去 它有好出味 它果然这么想 上下这壶就不要了 大概感觉差不多了 装里 所以很多小伙伴问我 也没有比例 我在网上看人家是有比例 但我从来都没比例 跟我做菜一样 随心所欲啊 想放多少放多少 看心情 这样的话 你做出来的东西还有期待感啊 因为每次都会让味道怎么样 这次苹果放的有点多 然后冰糖散 冰糖就剩这么多了 用的黄冰糖 好,冰糖放进去 现在我们倒入白酒 倒进来 这个应该有10升吧 4.5升 酒精 酒精都用不了 这一瓶了 所以泡泡没有多少的 哦 好了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泡个十几天就可以喝了 那最好是泡到一个月啊 20多天 一个月的时候 味道口感好一点 但是喝没了呢 十几天也可以喝 这个呀 是山楂酒 山楂酒啊 喝着不太劲太大了 然后我爹也是偶尔喝 他还喝他那个人参灵芝鹿龙酒 所以我把这个酒倒入来 这就是垃圾酒你整的 啥叫垃圾酒呢 打扫垃圾酒 我把这个酒倒出来 这个酒到时候什么时候喝就不管了 我把孩子泡成我的苹果酒 这山楂要不要吃 你随便你想吃就吃 还不吃 一会给我妈吃 哇 你看这酒的颜色 倒到这里看着好看啊 这个过了天给谁喝 你知道吗 啊 小五来跟小五 这山楂味很浓 就是还是有点辣嘴 这个酒 不够柔 但比那个纯56度 那要柔一些 那碗都倒不出来的 晚上还倒不呢 喝还是行 下面倒是不行 堵住了 这个瓶比这两瓶能装啊 师傅 对 他能装一下10斤酒 酒精多10斤酒 那两瓶装不下 好嘞 哎呦 这这四十十的 你看 还有点 肯定还有啊 这空啊 那你空哪去呢 空会不要 你空想你喝了就好了 去吧 这这不能吃 这过去没有啥 人家吃点这个 这个还是逮着了 你啊 这是 这是我爷当年肯定不会扔是吧 啊 你记得我爷泡酒那小嫩黄瓶吧 他都咔着咔着个嚼了 那时候没啥泡 这个吃两个你也抓到吃醉的 嗯是的 那你就吃了 那你就吃了吧 等管用 等管用啊 咱现在还是弄苹果酒 继续 苹果有点少感觉 因为这一个瓶顶它两瓶 差不多顶两瓶啊 好嘞 接着装 哎呦我去 这回要多一点比刚才啊 这回这个罐大 这罐能装一下一通酒 好加酒 来一辆 这苹果有点少感觉 还得再加点不行 冰糖没有 一会儿得买冰糖去 先把苹果没过 一会儿冰糖来了 放上面再倒点酒浇在冰糖上 就好了 算了 直接倒了 不准备这个冰糖回来了 先把这坛子 哎呀 倒上 好 我们敬登老师傅的冰糖 看看老师傅的冰糖 啥样呢 白冰糖也有 然后很多小伙伴啊 就问我这冰糖放多少 其实也是随心所欲 看心情 想放多少就放多少 但是我一般喜欢多放点 甜呢 口感好啊 好可以 不够再放 再把上下的酒倒进去 提活 大家用这个酒啊 尽量用高度酒泡啊 建议 因为你 我用的是56度的二锅头 只要你泡一下的话呢 它这个 泡完之后可能还有个40度啊 左右 37 8度 35度以上 喝起来嘛 好入口 还有酒 还没舒服的 好了 那酒就泡到这里了 喜欢房车生活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蜗牛载窘图 我是刀竹 一直在路上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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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蜗牛车 小蜗牛车